最后一套 原创化,因为较少这种原创翻艺 The Rolling Girls 当然是Vstudio自己的第一套原创作品 现在是原创作品 日本中文名字 没用英文的 Vstudio 其实以前大家记得 应该有做过《进击的巨人》特冊 即是《进击的巨人》那些 他应该不是负责了 应该是一部份的 外包,即是外包的 但这次是自己做一套 要讲的话,其实也挺梦幻的 因为你给他的画面吸引 那些色彩很丰富 用了很多颜色 而且他很有特色片的效果 即是一拳打在别人身上 后面就会爆出很多效果 星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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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出很多效果 故事就比较奇怪 其实是说东京大决战 其实以头两集来说 就是乱一点 你要捆就难 因为他说是东京大决战的十年之后 那东京大决战是什么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 可以说过 就是说当时东京政府的高层 所有的重要人物 全部都不见了 然后日本分开了 十几个类似战国时代的 之后国居的情况 当然 大家也保留原有的特性 每一个市 变成自己好像一个直轻区 就是自己有自己区的文化 显示出来 也有他们自己管理部 以及维持秩序 就是自国时代 又变成了 这个小市 可能你这个市 和隔壁的市 是一个敌对关系 其中他说 其中一个所窄国 叫做 两帮人争地头 他们又不像黑社会那种感觉 只是自治区 你不要来踩个场 要不然我对你不客气 是这样的感觉 是的 当然他就分开两批人 他也有说 有些人 有一些特殊能力 类似Hero的特殊能力 大家可以互相打到五眼六色 而另外那群人叫团友 团友就是路人 支援队 那些叫NPC 不是 其实更好形容 如果大家有玩过 无双系列那些 就是有名的武将 和一些习兵的关系 是的 就是悲哀 那其余呢 其实他们的Hero 一打 他们就会飞走了 不是 很有趣就是 那些习兵只不过 撑场 正常来说 他们不会打的 正常来说 只不过是 后跳人 在帮他们 增加Hero的气氛 帮Hero打气 实际上打的都是Hero 我们现在看到两帮人 一个就是 很热爱环保的抹茶鹿 抹茶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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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抹茶鹿 类似超人的样子 有些类似无面盒 很明显 就是一个人穿着紧身衣 走出来 就是变态 哈哈哈 另外一个叫狗人子 那是可以善于用不同武器的女性 但是他也挺有趣 因为他第一集出场的时候 他的武器是一个很巨型的回旋针 那些武器设计是挺特别的 平时的动画 不是刀 不是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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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有用心的 整个色调 整个气氛 我觉得他真的会突出一些 就是他反正都是做夸张的 就直接更夸张 结果就去到第二集 结果两帮人 其实就有少少用计的 就说 引了抹茶鹿那群团员 团友 去了游乐场玩 原来游乐场就引了他们上角山车 原来角山车突然炸开了 不是 其实是角山车 然后就被另一群团友控制了 那些团友就很自动变成人质 因为他就是找一些工匠 不知道是什么传说的工匠 然后就改装了那个过山车 令到过山车中间就断开了 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抹茶鹿出来 救那群团友再打一次 因为他的Hero是一个战斗狂 结果最后又是一群人 过山车当然是危险 那有团友就飞了出来 飞了出来又不会死 因为他的团友有个特别技能 他虽然说不能打 但是他特别 因为他的Hero打的时候 就很多时候都会被Hero的攻击 吹飞 所以吹飞已经成为他们一种习惯 习以为常 即使来没有 但不会死那些 一定不会死 不是 他会受伤 即是很习惯 结果抹茶鹿和救人子不停打 打到大家都冲伤 其实主线来不是说这两个人 反而不是这两个人 其实两集后才开始 因为他们那群抹茶鹿 那群不能再依靠抹茶鹿 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冲伤 那有一群女士就走了出来 就是说我要找 获得这种Hero力量的石头 来守护他们自己想守护的东西 是的 其中一位就是阿抹茶鹿 应该是侄女还是什么 应该没记错 就是阿诺庄米 我觉得像朋友多些 不知道是不是侄女 也不知道 另外一边 其实对家 第一个叫Hibiki 也是对家走过来 结果四个女生 又不是说不挡挡挡挡挡 突然间就说 组合在一起 结果就说 找那个力量 就希望自己去取代抹茶鹿 还有 九人子去做 又不是说取代抹茶鹿 我觉得是代替他 即是他不在的期间 来守护自己 英雄要龙奸 不可以做 大佬 做死什么 即是类似这样 即是这样的剧情 其实挺过瘾的 虽然是难名少少 但我觉得又有少少 可以大家 其实我是看那个标题的时候 我最初以为 Walling Girl 和她Pomo 她是拿着乐器 去唱歌 原本在期待这套 会不会是另一套音乐作品 其实这两集来说 都出了不少的BGM 即是她后面 即是你也知道 这些特切片 出场的时候 总会播出一两首歌 在后面 作为一个背景音乐 你没有想到 独立的制作 是有这么多首歌 是很多 因为前两集来说 好像都出了很多首 好像都接近两首 两集都两首分开 其实平均来说 每一集都有一首新歌 你这么说都很厉害 另外 现在的故事 只是展开 其实刚刚我觉得 是头两集 反而是一个前转 导致原来 对Walling Girl 不是说那两位Hero 原来是说 之后 那四位才是 其实我觉得 是不是有点 Vistil 想说 我们不是需要一个 很大的政府 我这样想 就是这样的方向 其实是一些 无名英雄 无名的人 都可以成为英雄 是人人可以成为英雄 那种想法 感觉上 你成为英雄 就有名的了 就是无名的了 弄错了 正常来说 无名的卓仔 是不可以成为英雄的 现在他有这样的机会 机会 机会只有一个 但是有四位参赛者 怎样呢 就是自己对自己 是不是要 不是 我不知道 反映人性黑暗 是不是要 因为前两集 因为他差不多到第二集 尾的时候 才开始讲 他们四个故事 所以其实头两集 是一个前转 即是 可以说这四个少女的冒险故事 其实挺期待 其实我就不知道他玩的 会不会玩得很过分 就是说 原来第三集 可能又不知道搞些什么 就越看下去才知道 因为始终独立 我们之前试过有些 叫什么 indie 创作 以前试过看一套 眼镜布 看着想死 但是这套indie 观感上 我觉得都不错 而且我至少觉得 好看四套的魔法 你不要拿四套 这套都讲一下魔法 有些很搞笑的缺段 比如说他要怎么穿了紮身裏 他只要拿草颂 就被淋在屁脖子里 不 bond 可都无法 超人得到电话亭 来 都没什麽 说 他检皮 是无捺草行裂 这套 意讌论得 制作訂败 些是有些夸张 真的好看 因为他一定自分有其讯 但是他会解释到 真正 doğru解释到 他如何出招 如何使用力量 这样你不会像芒拉 Då那样 魔法 你就是前世饭 前世又知道了 其实ちょっと不知道 要看下去才知道 那些石頭為什麼會拿到英雄的力量 他還未很詳細說到 真的要看下去才知道 歌是不錯 反而歌是不錯 尤其是他在戰鬥畫面中間的歌 是頗有節奏感 令整個戰鬥畫面提升了不少 音樂元素我都覺得頗喜歡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